在职人员数据统计分析 统计部门人员数 打开所需素材文件 选择B2单元格 单击其他函数下拉按钮 选择统计所需函数选项 单击第一行参数框右侧的折叠按钮 在表格中选择用于统计的单元格区域 这里选择F2 F37单元格区域 单击展开按钮 选择F2 F37按F4键将其转换为绝对引用 在第二行我们框中输入统计条件A2 单击确定按钮统计出结果 使用填充柄填充函数到B9单元格 统计出对应部门的人数 统计同一部门各学历人数 选择C2单元格 单击其他函数下拉按钮 选择统计所需要函数选项 分别设置第一组统计参数 将F2 F37转换为绝对引用 分别设置第二组统计参数 将E2 E37和C1转换为绝对引用 单击确定按钮 使用填充柄填充函数到C9单元格 统计出各个部门研究生的人数 以同样的方法统计出各个部门对应的本科和专科人数 选择F2 F9单元格区域 在编辑栏中输入函数 按Ctrl加Ant组合键确认函数 并统计出各个部门高中和中专的对应人数 员工学历情况分析 对公司企业整体学历情况进行分析 在A10单元格中输入合计 选择C10 F10单元格区域 单击公司雪像卡的自动求和按钮 按住Ctrl键选择A1 C1 F1 A10 C10 F10单元格区域 单击插入雪像卡的推荐的图表按钮 将操入的图表移动到合适位置 在图表工具设计选项卡图表样式列表空中 选择样式11选项 美化图表并自动添加数据标签 对各部门学历情况进行分析 按住Ctrl键选择A1 C1 F1单元格区域 按Ctrl加C组合键复制 选择A11单元格 按Ctrl加V组合键粘贴复制的数据 单击开发工具选项卡 单击插入按钮 选择组合框空间选项 在A12单元格上绘制等高等宽 空间高度与宽度与A12单元格行高和列宽相同 在旗上单击鼠标右键 选择设置空间格式命令 单击控制选项卡 将鼠标光标定位在数据源区域文本框中 在表格中选择A2 A8单元格区域 在单元格链接文本框中输入A12 单击确定按钮 选择B12单元格 单击公式选项卡中的查找和引用下来按钮 选择所需要选项 选择宿主方式选项 单击确定按钮 分别设置对应的参数 并将第一和第二项参数转化为绝对引用 单击确定按钮 使用填充饼填充函数到E12单元格 依次更改参数为456 单击组合框框键 将图表移动到合适位置 选择相应的部门选项 选择B11 E12单元格区域 单击插入选项卡中的插入柄图和圆环图 选择图选项 选择柄图选项 将图表移动到合适位置 单击图表工具设计选项卡中的快速布局下来按钮 选择布局1选项 在图表样式列表空中选择样式5选项 更改图表标题为部门情况学历分析 统计不同年龄段员工信息 切换到数据明细工作表中 选择任意数据单元格 单击插入选项卡表格组中的数据特使表按钮 在选择放置数据特使表的位置栏中选中新工作表单选按钮 单击确定按钮 在打开的数据特使表字段任务创格中 依次选中部门姓名年龄复选框 必须按照该顺序进行依次选中 否则透视表结构会完全不一样 分析结果和目的不一定达到 再次选择年龄选项 将其托动到值区域中 再次选择年龄选项 将其托动到值区域中 在求和年龄汇总字段上单击数据右键 选择值汇总依据最大值命令 将汇总依据更改为最大值 自动计算出各个部门和公司整体的最大年龄 在求和向年龄2汇总字段上单击数据右键 选择值汇总依据最小值命令 将汇总依据更改为最小值 自动计算出各个部门和公司整体的最小年龄 在求和向年龄3汇总字段上单击数据右键 选择值汇总依据平均值命令 将汇总依据更改为平均值 自动计算出各个部门和公司整体的平均年龄 在行标签字段也就是第一列字段上单击数据右键 选择展开折叠 折叠整个字段命令 将所有字段明细折叠 在数据特使表中选择任意数据单元格 单击数据特使图工具分析选项卡工具组中的数据特使图按钮 在左侧选择柱形图选项 在右侧选择柱形图 单击确定按钮 将插入的数据特使图移动到合适位置 单击数据特使图工具设计选项卡中的快速布局下栏钮 选择布局二选项 系统自动更改图表中元素布局位置 并在数据系列上方添加年龄数据标签 在图表中选中图表标题 在编辑栏中输入新的图表标题 员工年龄分析 按Ctrl加Enter组合键确认输入 依次将B3、B4、B5单元格的字段名称 修改为最大年龄、最小年龄和平均年龄 让整个数据特使图和数据特使表的结构更加直观清晰 便于数据信息的展示和传递 在数据特使表中选择任意单元格 单击数据特使表工具分析选项卡 筛选组中的操入欺骗器按钮 选中部门复选框 单击确定按钮 在切片机中单击相应的筛选形状 如厂半筛选形状 数据特使图表中立即筛选显示出需要的查看的部门年龄情况 更改工作表标签为年龄分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